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3D Fulverose封装产能将较目前大增4倍,同时,英特尔自家先进封装能力更壮大,并喊话开放,让客户只选用其先进封装方案后,预料也会掀起封测市场骚动,需密切关注对日月光、艾克尔等专业半导体封测厂的冲击。 台积电、三星都积极部件先进封装技术。 台积电方面,主打3D Fabric先进封装,包括Info、CoOS与SoIC方案,三星也发展iCube、XCube等封装技术。 英特尔不落人后,其先进封装包括2.5D MIB与3D Fulverose方案。 半导体三雄的竞争态势从晶圆代工领域,一路延伸至先进封装。 英特尔从2017年开始导入MIB封装,第一代Fulverose封装则于2019年推出,当时突点间距为50微米。 预计今年下半年稍晚推出的最新Meteor Lake处理器,则将利用第二代Fulverose封装技术,突点间距进一步缩小为36微米。 英特尔并未透露,现阶段其3D Fulverose封装总产能,仅强调,除了在美国奥勒冈州与新墨西哥州之外,在未来的槟城新厂也有相关产能建制。 这三个据点的3D封装产能,合计将于2025年时,增为目前的4倍。 英特尔副总裁Robin Martin强调,未来槟城新厂将会成为英特尔最大的3D Fulverose先进封装据点。 英特尔两年前宣布,投资35亿美元,扩充新墨西哥州的先进封装产能,至今仍进行中。 至于槟城新厂,该公司表示,兴建进度符合计划,外界推估,该新厂可能于2024年稍晚或2025年完工运作。 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晶圆代工与一条龙延伸到封装服务,英特尔表示,开放让客户也可以只选用其先进封装方案,目的是希望让客户可以更能拥有生产弹性。 英特尔在执行长基辛格带领下,推行IDM2.0策略,除了增加自家晶圆厂产能,扩大晶圆代工业务,同时也希望弹性利用第三方的晶圆代工产能。 随着先进制程演进,小晶片,ChipNet与抑制整合的发展趋势明确。 外界认为,英特尔的2.5D 3D先进封装布局,除了强化自身处理器等产品实力之外,也是其未来对客户争取更多晶圆代工服务生意的一大卖点。 尽管英特尔全面发力,但根据TrendForce激邦咨询消息,英特尔于2023年一季度量产的代号Safire Rapids,第四代之强可扩展处理器,传出瑕疵问题。 目前,英特尔已暂停有问题型号的供货,并对相关产品做检测。 集邦咨询称,英特尔表示,出现问题的型号为Safire Rapids MCC32核处理器,目前已主动暂停此款SKU的出货,其余2024核、36核及以上的产品未受到影响。 机构表示,本次状况影响程度有限,由于企业及市场已经延缓旧平台的使用年限。 因此,2023年对英特尔第四代之强Safire Rapids处理器的采购显著放缓。 从规模上看,第二季暂停出货的英特尔CPU比重,仅占英特尔DP伺服器CPU总量的1%以内,故此事件对英特尔伺服器CPU出货的影响十分有限。 另外,集邦咨询还表示,四伏器DDR5记忆体的渗透率预计2023年仅为13.4%,导入还是比较缓慢。 预计四伏器市场中DDR5使用比重超过DDR4将在2024年第三季度才会实现。 英特尔正在持续推进其IDM2.0战略,不仅要在四年内完成Intel 7、Intel 4、Intel 3、Intel 20i米和Intel 18i米五个先进制程节点。 在2024年量产Intel 20i米和Intel 18i米,还要将其尖端制程技术应用于晶圆代工业务。 如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,将有望使得英特尔反超台积电,成为先进制程晶圆代工领域的技术领导者。 不过,近期针对英特尔、Intel 20i米制程节点存在不确定性的传闻非常多。 有外媒表示,英特尔下一代Aero Lake CPU原本预计是首款采用Intel 20i米制程打造的CPU,但是最新的计划生变,似乎英特尔将放弃Intel 20i米节点制程,转向采用台积电300米打造Aero Lake CPU。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基不久前也爆料称,行动处理器大厂高通已经停止开发基于Intel 20i米制程的处理器。 在此情况下,因为缺少与高通这种全球领先的晶片设计厂商合作,恐不利Ribon FET与PowerWire新技术的学习曲线。 这也让接下来的Intel 18i米研发与量产面临更高不确定性与风险。 郭明基当时还强调,当先进制程进入7nm后,一线晶片设计厂商的高阶订单对晶圆厂更重要。 相较一般订单,一线晶片设计业者的设计能力、订单规格特别最高阶与订单规模,都可显著改善晶圆厂先进制程学习曲线。 这些也是台积电领先竞争对手的关键,同时也是高通停止开发Intel 20i米对Intel最大的负面影响。 近日,Intel又和电子设计自动化大厂Synapsys共同宣布,双方已达成最终协议,以扩展公司长期存在的IP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为Intel代工客户开发基于Intel 3和Intel 18i米的IP组合。 显然这当中就没有提到Intel 20i米制程,似乎也进一步印证了外界的一些传言。 根据Intel的计划,其已经在现阶段开始向代工客户包括Intel 7、Intel 4在内的先进制程节点, 并计划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Intel 3,在2024年上半年量产Intel 20i米,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Intel 18i米。 外界分析认为,Intel 20i米虽然不会取消,但可能不会开放给晶圆代工客户,而是仅供自己内部使用。 主要原因是,Intel 20i米量产时间位于Intel 3和Intel 18i米之间,且间隔时间较短。 所以,客户对于Intel 20i米的需求有限,可能还不及Intel 18i米。 再加上当前先进制程越来越昂贵,客户也不太愿意在短时间内对差异性不大的两个制程进行重复投资,所以意愿相对较低。 不过外界预期,Intel 结合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能量后,一条龙生产实力大增,在晶圆代工领域更具竞争力,与台积电、三星等劲敌再次杠上。 未来三雄在晶圆代工式战略版图之争将更有看透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